所以畢業這件事我是蠻高興的 那但是路跑這件事我在考慮考慮 像說畢業很開心 但畢業後要到內科路跑 就沒辦法輕易答應 總統蔡英文任內最後一次 出席內科歲末連環晚會 當然要講講這八年來的表現 從2016年到2023年 台灣平均經濟成長率 達到百分之三點一七 不僅是創下東亞最佳表現 更是用於全球的平均成長速度 話裡話外都在說 台灣經濟表現最好 似乎也在暗酸對岸動作那麼多 但經濟卻不如我國 既然經濟好 那身為一國居首 當然要幫勞工請命 我要拜託各位老闆 好像每次來都講這件事 如果營運收狀況還不錯的話 公司有賺錢 是不是可以幫我們打拼的人工加薪 年中多發一點好不好 幫員工爭取加薪過個好年 總統當然也沒忘了 一起奮鬥的內閣成員 一大早就到行政院開會 行政院長陳建仁依照慣例 18號向總統提出內閣總辭 總統也未留閣員們 讓他們在過年前免失業 總辭之後 這些閣員到底有沒有代退心態 才是我們最在乎的 如果他們已經有代退的心態了 多待一天都是浪費時間 多待一天都是讓國家陷入空轉 陳建仁表現這麼好 總統衛留讓他繼續來當行政院長 至少回到520這段 我覺得是最好的一個選擇 強調內閣會議 叫王力留下來繼續拚 要在野黨不要那麼擔心 隨著蔡總統只剩下三個多月的任期 人事的任何風吹草動都是話題 TVBS新聞黃俊維 陳盛文 劉立雄維加 寫生區小組台北采訪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